你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Henny Park的銷情 昨天做了公開發售 拿了二百多貨出來賣 最後賣了一百八十多貨 差不多賣到單位的八成 上個星期我拍了一段影片 我說現在發展商買樓是越來越困難 因為大家對樓市的期望 不是說未來一年之後的價位比現在上升 大家都覺得有機會那個價是會回落 如果大家都是形成有這樣的期望的時候 就沒有了那個迫切性去買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賣樓數量又不會多 亦都不會是一青袋 這是我上個星期的預言 現在就出現了 賣剩的單位大部份是一些開放式 和一房一些我們叫做上車盤或者是剛需 我亦都說過剛需其實就是升市的時候 就有很多剛需的需求 因為樓宇是有投資的成份 跌市的時候剛需是會突然間消失了 現在今次的賣得不好 更加會影響到其他樓盤的銷售 現在去賣樓只有一個策略 就是要去減價去鬥便宜 這個就是在下行軌道的時候 發展商唯一可以做的策略 你看到行基應該是幾天之前做過一個票據 大概是70億美金 就是希望在港交所裡這個票據去掛牌 70億美金大概500多億港幣 我自己估計這70億美金 可能有很多的借錢 都是可能是來自大股東四叔 因為你去坊間 但現在去籌一些錢也不是那麼容易 整個市場是很缺錢 除非你給到的利息很吸引 就像新鴻基一樣 給到的利息是高薄加一 即是六厘 如果你說自己大股東 借錢給自己 那些人就會說 你自己打劫自己的公司 與其是這樣 不如做一些票據 寧願在離岸開一些公司去投票據 為什麼他們要發這些票據呢 因為在兩個大的項目 一個叫做The Hedison 就是在金鐘 即是以前停車場的位置 另外一個就是IFC議期 即是在摩天輪後面的位置 那兩個project差不多要花800億到1000億 這個項目未落成 以及招租情況 並非這麼理想 因為整個行業 金融市場是萎縮 以及大家預期內地的企業 下來去租或者買香港的物業 是沒有出現到 因為內地的企業都差 有些朋友問我 為什麼經常都唱淡樓市和以前不同 其實我唱好和唱淡 我都不是為自己 因為第一件事 我不是做Agent 雖然自己是有地產的牌照 但是這個收入來源很少 反而我拍這些片 是會得罪很多人 例如是地產代理 因為我有幫地產代理做培訓 或者是發展商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是發展商 也有時候會幫他們做培訓 這些是自己的賭自己 還有說向淡的話 不是這麼多人喜歡聽 因為有些人是拿了資產 他覺得你是在損害他的利益 但是我覺得 怎麼說都好 不應該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去講一些不是市場上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我看到的事情 是應該跟大家分享 你覺得我是傻也好 什麼都好 因為我拍了很多片 並非是講房地產 講金融 還有我是沒有套現的 因為我是沒有去開公共的班 叫人家去夾錢去買樓 每一個course幾千元 我沒有 我是將我自己以前在發展商的經驗 好像在買地 租樓 賣樓 建築 分賊上市 融資 曾經試過的事情 去跟大家去分享 我不是說自己做過的事情有多厲害 而是說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 我這麼巧 我試過有這些經驗 這些經驗不是每個人都會有 但是我希望是分享給大家聽 從一個發展商的角度 從一個金融機構的角度 一個投資者的角度 去看市場的問題 看問題的時候 將那件事宏觀地看 就是抽離香港 抽離整個世界 在差不多月球看下來 發生什麼事 不會說偏向美國 也不會說偏向中國 也不會說偏向香港 而是件事出來 是這樣的 應該用什麼方法去分析 採取什麼策略 今時今日 坦白說 我都說了很多次 現在不是一個高槓桿的年代 在2003年到2022年的確是一個行白運 也是一個採取高槓桿的策略 你是對的 我經常都說 我說 在那個時候 你當底褲有多少債 欠人多少是最好 曾經也拍過一條片 或者做過一個訪問 信報 范巧如小姐也問過我 我跟她說笑 我說要留價跌 就要飛機撞紫妖 或者是隕石撞地球 我說笑 她就登了出來 2022年中 開始之後 就真的出現了我所說的飛機撞紫妖 和隕石撞地球 因為債仔自己主動去加息 所以上年年底就開始 我就轉談 因為那個利息 是比我們以前那20年的認知不同了 美國是由一個低美元 低利率弱美元的政策 轉為高利息和強美元的政策 她都可以生存的時候 我們就要小心 所以上年年底我就說 不要小看利息的升幅 有很多人說利息見頂 我說不是 可能是加息潮的開始 她都未開始停止加第一口息 或者開始減第一口息 你就竟然輕然去判斷 說利息已經見頂 根本就是很衝動 以及不尊重市場 你不尊重市場的時候 就有一個不好的結果 那個不好的結果就是你要承擔 所以勸人就是上年年底 開始就是要減槓桿 雖然我自己是沒有做到 因為我的槓桿比率不高 因為我在房地產的投資 我的比重不高 以及以前還落的錢已經是不少 所以那個槓桿比率就不算高 所以我是沒有任何動作 市樓市升和跌 對於我影響不大 因為是賬面 但是對於一些高槓桿的人 或者是他很依賴現在的收入去供樓 有負擔的人就影響很大 這幾年其實我自己的收入不但沒有下跌 還有增長 因為我自己成功轉型 做綠色金融 綠色金融的培訓 現在慢慢慢慢提高 差不多是可能是 和我現有的收入是5050 我不會受到這麼多影響 所以我是由於利益和地產的關係沒有這麼深厚的時候 我就可以講到一些希望不是因為市場的持份者 而去講一些一定要唱好的說話 或者是因為我要去開班售徒 要你們賣了一層樓 拿錢去做其他投資 而去講的話去唱談 我是沒有的 我只是想純粹分享自己的看法 今天想講的The Henderson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跟大家聊一聊 拜拜